M1 Pro或M2 Pro等级以上的MacBook Pro 都是才有UHS-II等级的SD读卡机 本来想读卡机闲置也是闲置 拿来当扩充一点也是可以的 在我手臂有比较多的MicroSD卡 于是找MicroSD转SD 找到了这款BaseQI的420A 这是UHS-II的 我在想如果用这转卡 可以达到我手边MicroSD读取上限月每秒 170MB的话倒也不错 只是在网页后面还有测试的读写速度 我用的正好是Sandic 3的MicroSD卡 结果速度只有旧款读卡机的速度 反倒是UHS-II的MicroSD卡就有该有的速度 于是我就在想这要嘛是420A转卡的问题 要嘛是UHS-II小卡转大卡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了验证是哪一种问题 由于420A的价格偏贵 所以我决定先找UHS-II小卡转大卡的转卡来试看看 其实说起来转卡也不便宜 初步找到的都要上百新台币 后来看到雷克莎的UHS-II 232G的MicroSD卡只要250 就决定入手这张MicroSD卡 因为MicroSD卡一般都会附转卡 雷克莎又不算小牌子 因此买这张MicroSD卡就等于买了张转卡 注意UHS-II是指多了底下这一排针角 同样转卡也会有这一排针角 相对UHS-II的转卡就没有这排针角 我另外入手了一张UHS-II的大卡 又来升级我原本在用在相机的Sandic E-Dream Pro 我的相机虽然不支援UHS-II 但是放在Mac的速度会提升 所以就一臂入手测试 然后另外会再用Sandic E-Dream 128GB的MicroSD卡 搭配雷克莎的转卡进行测试 接下来将金士顿UHS-II大卡 直接插入读卡机进行测试 金士顿这张卡官网标示的 读取速度为每秒300MB 写入速度为每秒260MB 实际在14寸MacBook Pro测出来的 读取为每秒252MB 读取则是每秒194MB 读取少了约50MB 写入则是差约60MB 我觉得这是14寸MacBook Pro 读卡机控制晶片的问题 金士顿UHS-II 32GB的SD卡会降速约50MB 不过这还是可以接受的速度 接下来把雷克莎的UHS-II小卡放入转卡 然后再插入读卡机进行测试 雷克莎的UHS-II小卡写入有每秒64MB 读取则是有每秒143MB 基本上接近包装上标示的 读取每秒150MB 写入每秒75MB 接下来继续将Sandic UHS-II小卡同样放入转卡中 在插入读卡机进行测试 Sandic UHS-II MicroSD卡的结果接近Base QI420 S上品页提供的测速结果 换句话说 UHS-II小卡转大卡 利用大卡的UHS-II读卡机读取的话 就只会有UHS-II的速度 这里增加一个测试 如果把Sandic UHS-II的MicroSD卡放入UHS-II小卡的专用读卡机 揭入14寸的MacBook Pro的USB Hub进行测速 读取可以达到每秒161MB 写入则是超过每秒100MB 简单做个结论 UHS-II MicroSD卡要用UHS-II小卡专用的读卡机 读写才会超过每秒100MB的速度 至于小卡转大卡 目前看起来420A提供的测速跟我自己的测速 结果基本一致 速度只达到UHS-II的标准 说起来写入速度达不到每秒100MB 其实就不太适合当扩充一点使用 也许我会再找高容量的UHS-II SD卡来用 但目前的价格实在买不下手 其实SD卡随着相机发展本来一片光明 可是相机不再广为流行之后 SD卡也碰到极大的问题 因为早在2017年就已经制定UHS-III的规格 UHS-III的速度是UHS-II的翻倍 最快上线达到每秒624MB 可以说达到SATA SSD的速度上线 问题就在于相机的市场需求没了 SD卡的市场需求也就没了 这就造成UHS-II普及不了 而手机摄影也还没发展到需要高速连拍跟8K摄影 这也就造成市场不需要高速的MicroSD卡 既然市场没有强烈需求 HD卡的发展就变成归宿了 高阶单也采用了这厂商制定的CF-Express 采用PCIe 3.0界面 现在常见的速度就达到每秒1700MB 不过现在CF卡光尺寸就有三种 也跟我这旧型的CF卡不相容 换句话说 现在手机用MicroSD卡 消费其相机及中低阶单也使用SD卡 高阶单也变成回到过去记忆卡 类型百花齐放的年代 很难讲会不会像过去一样 最后都被SD规格取代 因为说到底还是市场的问题 市场没有打开 厂商不会大量生产 价格也就低不下来 自然也就不会普及 要不然SD规格已经置地到8.0 理论速度可以到每秒3940MB 你就是接近每秒4GB 可是现在市场主流仍是UHS-E的SD3.01 离UHS-E的SD4.0普及还有很大的差距 现阶段储存装置的主流是SID SD卡虽然也可以当储存装置 缺点是速度、容量及价格都不具优势 记忆卡唯一的优势大概就是只剩下体积了 SID的缺点是体积不及记忆卡或随身碟 这就是说我们倒是可以把记忆卡当作以前的磁碟片来使用 不过说到底要怎么使用 还是得自己想清楚要怎么使用 这支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欢迎按赞分享 也欢迎订阅排队 未来会继续推出电脑软体相关 以及城市设计教学的影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关注